有三年了 快三年了 三年多前 我們演同一部戲 然後我們兩個在裡面都是反派 然後在劇裡就是兄妹兒 所以我們等於是被大家排擠的 兩個角色 所以我們兩個就有點 就是相依為名的感覺 但誰要誰的電話先 對 誰要誰的FB先 誰不記得 妳真的不記得 就說跟大家來留一下嘛 就這樣 可能是我吧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主動的女生 有可能 有可能是我啦 我真的不記得 我真的完全不記得 我不曉得 他是一個太溫和的人了 他應該不太可能跟我要 應該是我說 既然我們兩個演兄妹的話 那應該就是再多熟識一點 所以我就可能會希望多了解他 就跟他要了那個FB 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 我就沒有那種感覺 好像什麼都很被動的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是我吧 妳好的地方我就給啊 他們那一組的感覺就是 女生說了算 是不是 對不對 就是男生的 那就是男生說了算 我就更說更換 你們兩個都好輕盈 是 梁振群所有的事情 都會交給周小涵決定 對不對 如果兩個人要去吃飯啊 去看電影啊 什麼都 去哪裡啊 去哪裡 都是小涵來決定 幾乎 好聽話 好聽話 朋友當中只有梁振群記得周小涵的生日 也不是啦 這是 就是前年的有一次 因為通常 因為我生日是8月8號是父親節 所以通常 這麼好記妳朋友都記不得 可是大家會忽略掉 對 要陪爸爸 對 然後有一次就是 他跟強哥 陳志強 就是兩個約了 就要幫我就是慶生 就只有我們三個人 然後我就覺得很感動 居然父親節不用陪爸爸 要陪我過生日 我就覺得很感動 妳這樣我爸看到好了 這樣我爸看到好了 對 這一次 真的也是 梁振 妳不要看 而且妳哥哥不要講 梁振群 好 來 梁振群曾經看展覽 沒約周小涵 周小涵就會生氣 是不是 有沒有此事 有 看什麼展覽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一個 看展 看手印 看電影 喝咖啡的夥伴 所以有一次 他去看了一個我很想看的展覽 那不是跟我 是跟別的女生 然後我就在那個看到照片 然後我就覺得可惡 妳在乎的是那個展 還是在乎的是隔壁的女生 應該是那個展 我覺得是 那個人吧 對不對 他沒有找你找別人去看 對不對 就是 所以不是展 沒有 都有... 就是我會覺得 但是我告訴你 黃子嬌跟孟耿如 就是兩個人都有嗜好 然後去看展 我沒有任何意義 有種愛式的意味 不是 你要講這個意思 這個邏輯是 如果已經要步入禮堂的話 就會去看展 才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當初認識了以後 然後發現興趣相同 就是孟耿如沒有人陪他看展 黃子嬌又特別喜歡看展 所以就這樣子 你知道 小燕姐 我是圈外人 我都覺得你講得有意義了 對 真的有意義 好... OK 梁振群主動會買相機送周小孩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很浮誇 這真的太誇張了 妳哪有那麼誇張 我一定買一棟房子送他 等一下... 小燕姐 少偉 你有買過什麼東西送謝忻 其實沒有 不可能 我跟你講 有 他有去東京 買什麼 買一個超特別的紀念品 有...衛生紙 他說超有意義的 我覺得你應該是在 什麼雞丁什麼拿到的東西 超有意義的 那個衛生紙很特別 我是衛生紙 他也超有意義的 他去東京送了我一條 iPhone的傳輸線 他跟我講說這很特別 我說哪裡特別 他是迷彩的 所以我們大概 我們的禮物價值 就是大概在兩三百塊上下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每個人送禮物的 這個價值觀不同 那你為什麼送相機給周小孩 是因為他要拍這個嗎 沒有 在那之前 因為其實他是很喜歡拍照 然後我買的那個相機 是一個比較復古的 那種立可拍的相機 我自己有買一台 所以我想說他應該也會喜歡 所以我就一起買 這是一種情侶機的概念 所以你在家裡就是拍他就對了 我沒有拍他 沒有啦 不是 情侶機啦 就是我有一台 然後我的另外一半也要有一台 然後我們在家裡就是 我拍你 我們兩個相機都一樣 自拍 OK 是這樣子 OK 情侶的話 就只要買一台就夠了 這句話我想請問一下 周小孩有的時候 會靠在梁振群的肩膀上休息 哪裡不好休息 那個是 你解釋 是拍戲的時候比較會常發生的 拍戲的時候 不是日常 對 他本身就比較懶 然後就沒有骨頭 所以每次一喊咖之後 他就會全身軟掉 就是很懶 而且因為我拍戲 很常常穿非常高的膏跟鞋 然後我就不想要一直拖穿 拖穿我就很麻煩 那這個戲沒有別的男演員嗎 其他都不熟 我不會去靠不熟的人 說得也適合 對 熟也不能靠 你沒有讓謝忻靠過 沒有 騙人 真的 我會講靠肩膀這個舉動 會讓男生想怒飛飛 真的 在鎖骨椅上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親密的 一個關係存在 所以如果梁振群沒有感覺 他就不是個男人了 是不是 沒有 我只是反問 這些事情都是事實 我在反問 說如果沒有的話 沒有 就真的有問題 有問題 好 梁振群有很多貼心的小動作 是不是 比如說讓你靠 很細心 對啊 你冷了會幫你加衣服 會不會 加衣服 加衣服沒有 可是就是因為拍戲的時候 我常常就是戲裡面的裙子 都比較短 或是衣服可能比較低 他就會看到 他就會幫我打在我前面 或是一直提醒我 怕被別人看到 或是這麼捨不得 因為他自己看就好了 他不想給別人看 我的天啊 我哪有這樣啊 因為他真的比較不會去注意 對 我個性還滿要男生的 滿要男生的 好 周小孩會私下觀察 梁振群的動態 會嗎 就是臉書動態 妳會觀察他嗎 肯定會的 偶爾啦 騙人 每天都會檢查下 騙人 不會 因為他很少在PO文 而且看不太到 我沒有在PO文 看不太到 有時候他PO了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我想說是不是被盜帳號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人家說相處的主控權 都會在周小孩的身上 也就是說 他想見面的時候就見面 不想見面的時候 就不見面對不對 梁振群 沒有 也沒有到這麼誇張 但是就是 我大部分還是會以他意見為主 因為當然還是希望他是 在一個開心的狀態下 怎麼有一種月苗月黑的感覺 因為我比較霸道 好 請問周小孩的肢體語言 是不是很容易讓男生誤會 會 是嗎 是 雖然我很恨沒有跟他拍 同一場 同一檔戲 但是他所有剛才講的那些舉動 其實他們兩個的互動模式 會讓人家覺得彼此都會誤會 曖昧 包含男生就是會蓋什麼 幫他遮庫風的這些東西 這還好吧 這個舉動絕對是在周小孩 靠完他的肩膀之後才有的 沒有啦 真的 是不是 本來就有了啦 所以是他先給你蓋 拿來這首歌 好可怕 傻眼 媽咪 好 我想請問周小孩 如果不是梁振群 如果今天是王少偉 你累了 你會靠在他的肩膀上嗎 還是說你根本不在意這肩膀 是不是梁振群 你累了你都會靠上去 看誰比較好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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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說男生不夠高的話 我可能就 會變成這樣 來 現在我想請問謝忻 你覺得他倆的關係是什麼 與你現在看 就一定在假裝一定有什麼 一定想要遮蓋一些 甚至沒有 黃少爺也贊成 贊成 他剛剛到一半就說 周小孩呢 你覺得他倆 他倆 他倆 就在裝 就在裝 你看還有默契的穿格子 你們整套的 講我們只要這樣 只穿格子的人 我們是講好的 對啊 會告訴對方 自己過去的男女關係 會不會 這樣講 我是說到那種程度 會分享就是 曾經的感情 但不會到這麼深入 但不會有身體上的分享 不會講到那個部分 為什麼不會講到這麼深 因為沒有機會講到那邊 就是根本不會想到 要講到那邊 還是實際上你們 就是有這樣的行為 沒有 我這地方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很簡單 他們還沒回答 對 馬上可以回答這地方 那這些話題 你會想跟他討論嗎 就情往事會不會 會 上次親密關係有多久 這不會 目前有多少 性伴侶 這怎麼講 目前有多少親密伴侶 不會 不會 我們這樣算不算愛 這什麼意思 難回答 老師 這個 這個 老師 這個題目 我覺得大家都不會講真的 這應該都沒有討論過有沒有 沒有 所以你們都不會去討論這個問題 這樣子 這是一個蠻頭曲線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不會去討論太深入問題 然後真正到了老夫老妻 也覺得沒什麼好討論的 所以當你不願意討論的問題 越多的時候 你越是處在曖昧關係 是這樣 對 它就是一個蠻頭曲線 我們可以從這地方 你們到底願不願意討論到這麼深入 我們來間接判斷你們到底 只是一個男性或女性朋友 還是已經進到閨蜜的階段 這樣子 怎麼這樣 所以反而討論得越深入 對 你們越是閨蜜 越是閨蜜 然後再討論什麼 我跟你講 上次 從今天晚上我全部都講 妳要不要趁著現在就講 我相信觀眾朋友也沒有好奇 對 而且妳挑一題回答 來... 我們現場就來 哪一題 妳哪一題可以回答 一題的事情 趕快 有種妳就要挑二 三 四 妳看 是 好 是 我們這樣算不算愛 你可以直接對少偉講 妳看著她跟她說 現在我要來做一個測試 我知道 這到底在那邊 我開玩笑 好 你們倆現在 我們先請這一對好不好 這一對 請站在這個位置 兩人相對看15秒 好 15秒當中 要兩個 這很有壓力 不知道我怎麼莫名其妙 就忽然有一種壓力 有一種壓力對不對 對 我們從你的眼神 可以看到你們的感情 我從你們的眼珠 可以知道你們的想法 好 你們兩個互相對看對方的眼睛 好 15秒 開始 為什麼還可以放歌 還沒分析耶 大家 梁振群 在最後的5秒 失控了 真的 真的 因為她的字 她的笑容很自然 對 那真的就 那是最後的 就是 阿密老師一變歌 妳就失控了 好 什麼原因 我待會兒再聽 好 請坐好 請坐好 妳完蛋了 能夠幫我分析一下 周小涵跟梁振群這一對嗎 其實我覺得男性都一樣 男性不喜歡被分析 可是女生比較愛被讀心這樣子 我覺得正群她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相對來講我會覺得 一開始我會認為小涵 她的感情是進去 為什麼 因為她有在吞口水 她有在吞口水 吞咽那個動作 對 她可能穿著那個領子 讓我會注意到這樣 她有在吞咽動作 然後正群她其實 一開始是想要非常去保守自己的情緒 但最後我覺得阿密老師那個 那個音樂一換 對 一換 她的感情就出來了 肩膀一靠就完蛋了 對 所以她們那種曖昧的感覺 是存在的 存在 是存在的 對 你們也是 大家看到你們也會覺得 你們其實還滿登對的 這個我也不知道 因為從來沒有人這樣跟我講過 是真的沒有人這樣跟我講的 沒有人說過我們登對 真的嗎 真的 從來沒有 眼睛都瞎了嗎 你都沒有讓人家看到 你這樣投靠著他們 那個劇組的人都沒有看到嗎 有 導演有看到 導演問我了 導演問你對不對 對 導演問我 然後我就 導演問我 他就是因為 對導演跟我還滿好的 所以他就問我說 你們兩個是不是有什麼之類的 我說沒有 他就是像哥哥一樣 然後我就跟他解釋說 我們三年前的戲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就跟導演解釋 導演說 原來如此之類的 就是當然一開始人家會誤會 可是其實 導演說 原來如此才怪 原來如此 沒有 才怪 不過其實 你覺得他們兩隊當中 哪一位會真的成為 比較有可能真的成為 要成為家人 其實一定要先經過友誼這個關係 我是覺得邵偉和謝忻 現在目前是在友誼的一個深處 這樣子 還沒到家人 對 是不是會到家人 那必須要有激情 我覺得到家人不關我的事 會不會到戀人比較關我的事 所以一個愛情 一個愛情的話 他必須要有激情 然後有親密 就新的交流 還有再來就是 我願不願意給你承諾這件事情 有時候男人 越不願意給女人承諾 會決定於女人 會讓女人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可以依靠對象 所以男人願不願意給女人 承諾這件事情 對女人來講非常重要 我們女人一個月才排一次 你怎麼可能像男生一樣 隨隨便便 我們要去找尋個最 最讓我們可以承 可以依靠 不是光只有靠肩 這樣可以依靠的 這樣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承諾這件事情 是女性在考慮的一個重點 這樣子 可是你要真的問男人 男人永遠都會覺得下一個會更好 這樣子 對 而且男人一般來講 我可以跟你們分享 好男人要壞男人的差別 好男人他會直接去做什麼事情 就給你一個結果 可是如果我們常常在講 什麼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 壞壞的男人 他不會馬上給你東西 他一定會讓你情緒波動 哭笑不得 最後丟出一個驚喜 所以他是去刁妳的情緒 去勾妳的情緒 你們可以去看看說 到底你們周圍好男人比較多 還是你覺得現在 還是在釣魚的階段比較多 現在我們講的不是這四位 我們講的是電子機前面 真的 各種不同的男女 其實今天我們來 其實一部分是很好玩 因為他們都常上節目 他們到底會不會成為戀人 我老實講 有很多人坐著聊半天 過兩天我在報紙上 看兩個兒子都出來了 小燕姐什麼意思 妳懂嗎 其實他們在我面前演 我也無所謂 只是一下就爆出兩個 我比較不太能接受 爆出一個我還可以啦